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在大陆的 因为他大陆出生 他已经转过来了 就过两天 明天星期一就准备打 因为看过很多新闻 看过很多新闻 而且出过很多问题 大陆的疫苗出过好几次 包括他有些小孩甚至死亡 所以这是非常担忧的 包括我以前在北京工作 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北京 在上海那些大城市 他们是不愿其烦 甚至都是每次都坐飞机过来 带着小孩转转过来 他总觉得这里 因为这里疫苗 从我们的理解来看 包括我们在研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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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是英国进口的 那么它是原装进口的 可能更安心一些 他每次那么这里 医护人员相对也更专业 所以可能在质量上 可能给人一种信心和保证 所以他明可那么天里迢迢 就是那么辛苦的 带着小孩那么折腾过来一趟 也觉得这种工作是值得的 我看到一些数据 看回就似乎现在多了一些需求 或者多了一些查询 但实际上是几个数字 我们还没掌握到 这个情况 我又不觉得很大量的人 涌来香港做这件事 我看到大致上 又不觉得有什么供求问题 而且本地妈妈 又没有觉得 已经带了一些小孩 去政府那里 没有疫苗 我还没试过这些情况 都可以直接有烟 那就好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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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很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